有种无奈叫不得不娶 明星夫妻没有想得那么恩爱 第一位 梁朝伟 刘嘉玲 两人恋爱时也纷纷和和多次 直到刘嘉玲被绑架后 两人才确定下来 2008年两人选择再不担大婚 此后无论多少悲闻 两人都在对方身边 第二位 黎明 乐吉尔 乐吉尔当初为了逼婚黎明 选择割腕自杀 迫于无奈的黎明只能选择结婚 但两人最终也奔道扬镳 第三位 沈腾 王琪 沈腾和妻子王琪恋爱12年后才结婚 当时忙于事业的沈腾 没有结婚的打算 但女方的父母却一直在逼婚 最后沈腾不得已跟王琪结婚生子 第四位 包贝尔 包文静 包文静在大学期间苦追包贝尔 期间光逼婚就高达30多次 包文静甚至还跳楼 威胁包贝尔不要分手 第五位 霍建华 林心如 两人的婚姻一直不被大家看好 结婚时霍建华满脸的不开心 据说是林心如用孩子逼迫霍建华 第六位 杜海涛 沈梦辰 杜海涛和沈梦辰也终于喜结良缘 恋爱八年的沈梦辰一直想要结婚 但杜海涛却一直不给她个婚礼 如今沈梦辰也美梦成真了 第七位 陈凯歌 陈宏 当年陈宏挺着大肚子大闹片场 不仅逼分了倪平和陈凯歌 也如愿地当了导演太太 第八位 张亮颖 冯科 当初张亮颖在演唱会上向冯科求婚 不仅粉丝震惊就连冯科也呆住了 走上台的冯科一脸无奈 但破语舆论的压力冯科还是答应了 第九位 贾乃亮李小璐 贾乃亮李小璐据悉也是凤子成婚 当初贾乃亮苦追李小璐多年 甚至在颁奖典礼上公开求婚 被迫结婚的他们是真爱吗 你觉得哪对明星最幸福呢